最后悔的事情就是 就是我没有跟我的阿公说到的最后一句话 主人啊 不要跟我们就最好 最清心 最重要是 只要害我们大家 全地永永走走 大家好 我叫林嘉明 今年13岁 我是黄欣怡 现在20岁 哈喽 我是竹竹 今年22 我叫李俊玲 然后今年28岁 我是蔡慧如 我已经快到40岁了 我姓许 许传阳 我现在大概50几岁 我要拿杯 给你归杯 给你备展 我打给我第二分数是9分 我应该会给自己7分 可能3.4吧 我打6.5分 先打8分 我大概勉强几个7分好了 8分啦 加温都好啦 我会跟我的一些朋友到台湾的各个县市玩 当我妈的女儿 我觉得小时候会比较开心 因为没有大人的烦恼 然后也没有就是生活的压力 像是小时候被爸爸妈妈带出去玩 是很好吃东西的回忆 但是当下会不会觉得是人生最快乐 好像不会 但是好像每一个阶段经历过去 到现在这个时间点 你会回想说 那个时候是不是最快乐的时候 有可能是最快乐的时候 到美国读书的时候 5年时间 我现在会想起来是蛮快乐的 最后悔的事情就是 就是我没有跟我的阿公说到最后一句话 今年2月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突然昏倒 然后就昏迷了大概整整9个月 在今年9月底就过失了 然后没办法好好的跟他表达 就是感谢 我觉得我人生没有什么后悔的事情 因为一直都是 我想要做什么我就会去做什么 然后我就去规划把它完成 小时候没有把钢琴学好 可能年轻的时候 曾经伤害了很亲近的朋友 或者是家人 大家有概念叫来不及 来不及什么东西 来不及说谢谢 来不及说抱歉 小时候会是 这时候就不孝敌 没有那时候 不要怕认识最好 很清新 读书之后还有玩 因为读书的话 让以后我自己的梦想 可以比较容易达成 之后玩还是一定要玩 不然会很无聊 找到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要找到一件喜欢做的事 然后很长久的去做 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 再做更多的研究 然后呢 再把课教得好一点 然后再可以影响更多的人 然后但是你一方面 希望自己可以再健康一点 健康吧 那另外就是 我就是跟家人的相处 最重要是 这些人都要怕我们大家 全体永远怕怕 数量也顺利 这样最重要 去一个跟现在一样的世界 之后会开始分配 我有一次做梦 然后梦到就是我死掉了 我就梦到我阿嬷 就是我在睡觉 然后阿嬷把我摇醒 说小琪走了 那我说走去哪 就是看到一道光 然后就跟着那个光走 然后就到了就是 就是类似一个像天堂的地方 然后那个世界有 不同层次的就是光泽就对了 就有一个很温馨的空间 然后我可以继续在那里 就是做创作 活着的人不知道 那死了的人也不能告诉你 所以你就是好好活在当下就好了 很不敢去想象死掉后的世界 或是情境是怎么样 不用上班 也不用备课 像我最练这个生 应该是下地狱吧 地狱就可以练身体了 而且我很热 可以当十八还不错 很难过因为会离开自己最爱的人 真的很难过吧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阿公过世的时候 我是就是在病床旁边 然后握着他的手 然后慢慢看旁边那个仪器上面的数字 就是这样一直慢慢掉 一直慢慢掉 然后掉到零 然后直到护士宣布 就是我阿公过世了 因为就之后就会送去火葬嘛 就是你再也看不到这个人的样子 很不真实的一个东西 活着很难 但是活着的每一天都更靠近死亡 非常的一无所知的 然后你说不害怕吗 其实也不是 其实也蛮害怕的 见到他人的死亡 或者是亲人的死亡 那个死亡带给你的感受 是恐惧跟悲伤跟难过的 我会想要到就是很漂亮的地方 像是阿尔卑斯山之类的 阿尔卑斯山的一间小木屋 然后可能跟我很 就是我的家人 然后跟很好的朋友 就是他们陪着我在那个 很漂亮的环境 就是这里有山 然后有雪这样子 然后一起共度人生最后的时光 我觉得我也没有特别担心这件事情 就随着发生的事情就发生了 那就死掉了 然后就这样 心里面想要跟他们说的话 就是都说完 然后就笑着离开吧 让你周遭的人都知道说你很爱他 这蛮重要的 第二个就是说你没有意识的话 就很简单的葬一葬就好了 就是海葬或树葬都没有关系 然后会希望至少每年有一天 他们可以大吃大喝 然后好好纪念我一下 相信我这个人的好 这样就够了 告别的话应该是说他们 还是要好好生活 那我们 有机会再见面 就是大学有几个时期 我就是真的很忙碌 对然后就是被时间压力推着走 那时候我就会觉得 我没有生活的感觉 我都没有好好坐下来 去想一下 今天过什么样的生活 今天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 所以我觉得能够去有意识的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就算是好好的生活这样子 我觉得有想要做的事情 就必须真的去实践 面对很多自己的负面情绪 我觉得没有必要 就是过度的正面 或者是逼自己一定要怎么样 每个人在自己人生当中 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吧 现在资讯流通都太发达了 可能有时候你看着社群软体 你就会觉得说 现在的我就是该怎么样活 可是我一直觉得 自己会有一套 自己在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 把每天过好吧 总之温馨无愧就可以了 要接受生活中各种事情的不完美 因为你总是会遇到很不顺义的事情 但是当你理解这些东西都是生活的必然的时候 你会很珍惜突然出现的很小的快乐 把你应该做的事情做好 我会觉得工作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你去面对那个工作 跟别人分享一些决心问题的方法 我会觉得这部分 让我觉得 明天还是很很有趣的 那身体用用 我来才有意味啦 那身体没用 我来也没意味啦 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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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